哈喽大家好我是Sylent 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如何维持你的骨力 大家要知道骨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开始分享之前 我希望大家如果对我的视频有兴趣 可以帮我点击一下订阅哦 那在我们通常知道的骨头 其实大部分以为骨头就是骨 其实你的骨不只是骨 它里面含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系统 比如说它含有骨头啊 还有骨膜啊 还有骨液啊 还有软骨组织还有韧带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系统 而不是单一哦 所以要改善你骨骼 让你的骨骼变得健康 首先最重要是 你要持续规律的做简单的运动 简单的运动 包含走路散步啊 做这些简单运动 不要做太强烈的运动 第二个是饮食 你要非常的注意 不要吃一些精致的食物 要吃少吃高含糖 高含油 高含盐的这些食物 然后再来就是营养的补充 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我特别推荐 我们Newskin的骨骼配方 骨骼配方 它里面含有你这一只骨 这个骨头所需要的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营养成分 包含维生素D3 然后钙 还有葡萄糖胺 还有大豆义黄酮 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 我们补充营养 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缺什么补什么 这是错误的概念 我们必须针对我们全身的系统 骨骼的系统 去做一个营养补充 所以对于骨骼配方有问题的 可以直接来跟我联络 这是我的联络方式 如果有问题的 直接私讯给我 我会很乐意为大家解决问题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